哈喽,大家好,本期为大家带来一部精彩热血的电影 女孩外出旅游,遭到了猖狂土匪绑架 殊不知她的父亲是一个惹不起的人 男主名为莱恩,单身一个人居住在一间屋子里 晚上的寂寞令她回忆起女儿小时候的画面 由于之前的工作原因,妻子忍受不了她总是不回家 于是带着女儿重新找了一个有钱的老公 这一天,莱恩开车来到一家便利店 精挑细选之后,买下了一部卡拉OK机 这也是莱恩勒紧裤腰带才买的礼物 今天是女儿金米的生日 她特意来到前妻家给女儿庆祝 虽然已经离婚,但是前妻对她比较冷淡 女儿对她却依旧非常热情 见到礼物之后非常开心 然而,当肌腹牵着一匹马出来 女儿兴奋地跑了过去,把父亲莱恩晾在了一边 看到这里,莱恩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身为父亲,她亏欠女儿的态度 晚上,一群好友在她家聚餐 大家开心地聊到之前充满刺激的经历 他们年轻时期都是国家高级特工 执行的任务都是高度机密 连前妻都不知道莱恩的职业 也因为莱恩的工作性质 她经常不能待在家里 才会导致了婚姻关系的破裂 莱恩退休之后 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弥补当年亏欠女儿的父爱 她很清楚地记得女儿十二岁时的愿望 女儿期望长大之后会成为歌星 现如今,好友给了她一个机会 负责一位当红歌星的安保工作 不仅可以赚到外快 顺便也能帮女儿打听下做歌星的建议 当她很正经地询问歌星时 得到的回答却是千万别走歌星这条路 莱恩认为歌星是在耍大牌才这样说 殊不知这是歌星的真实想法 演唱会结束后 一名匪徒试图伤害歌星 好在莱恩眼疾手快迅速保护了歌星 虽说是有惊无险 但是歌星也是吓得不轻 上车之后 紧紧地依偎在莱恩的怀里 鉴于莱恩阴影的行为 歌星对刚才说的话感到抱歉 歌星并不是想象中风光的样子 一旦失去了新鲜感 就只剩下了为钱而奔波 如果她的女儿真的想要学习唱歌 她可以将自己的导师介绍给她 并会提供学习的费用 最后她要感谢莱恩救下她宝贵的生命 第二天 女儿打电话相约她一起吃饭 吃饭是次要的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莱恩答应让她出国玩 她决定和自己的一个小伙伴一起去国外海贫 女儿还小 不知道世间险恶 身为特工的莱恩对黑暗一面相当熟知 她整天和全世界最危险 最陰险的犯罪者打交道 她拒绝了女儿任性的要求 女儿对此十分生气 转身离开了餐厅 本就关系紧张的妇女更是雪上加霜 再三犹豫之后 莱恩还是答应了女儿的要求 不过她有三个要求 金米的住宿地址一定要告诉她 每天睡前要给她打电话 告知和谁出门 去哪里的详细信息 并给了金米一个全球通电话 可以随时找到女儿 就这样 金米终于如愿以偿的和好友阿曼达来到了巴黎 但是她们的行程并不是巴黎一战 她们打算绕着欧洲转一圈 刚刚下了飞机 就忙活着拍照留念 这时旁边的帅小伙主动搭讪 帮助金米两个人拍了合影 阿曼达被突然到来的艳遇冲昏了头脑 竟然将自己的住所告诉了陌生男子 帅小伙将金米送回酒店后 转身将地址告诉了电话的神秘人 脱离了家人和学校束缚 阿曼达尽情地放飞自我 狂躁的音乐放到最大声 期待和帅小伙的激情战斗 此时 莱恩见女儿迟迟不打电话 于是主动联系金米 手机铃声正好被操打音乐掩盖 当金米给莱恩打电话时 对面窗户的阿曼达发生了意外 几名神秘男子冲进了他们的房间 绑走了阿曼达 莱恩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他让金米将所有的信息都说了出来 尽可能地留下可以追查的线索 这群人说着听不懂的外国语言 右手上有着月亮和星星的纹身 紧接着金米也被神秘人给带走 他的电话被神秘人捡了起来 莱恩告诉他们 我虽然不知道你们是谁 你们想要什么 但是 如果你们想要赎金 我有一些特别的手段可以送给你们 如果放过我的女儿 我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如若不然 我会找到你们 然后杀了你们 神秘人只是简单地回复他 祝你好运 然后就挂掉了电话 根据目前的信息 莱恩马上联系到了自己的好友 首先排除了继父仇家的报复行为 从神秘人的口音判断 这群人是一帮人贩子 为首的老大名为马科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凶恶分子 这群人的作案手法非常干净利落 想要找到金米 只剩下96个小时 不然 金米将会永远地消失 莱恩在当晚预定了最快的飞机 以最快的行动 赶到了女儿出世的房间 在这里 他发现了阿曼达的相机 通过查看储存卡上的照片 莱恩发现了帮忙拍照的帅小伙 此时的帅小伙 仍旧在忽悠旅行的女儿 跟随他的还有一名黑人大手 莱恩找到帅小伙后 并没有得到消息 反而意外地让他被车碾压 莱恩的这么一折腾 惊动了当地的特工 这位正巧是莱恩当年的朋友 只不过现在是机密部门的文员 他建议莱恩不要搞得动作太大 在安地里派人偷偷地观察莱恩的一举一动 晚上 莱恩找到了一名反应 在帮派手下的身上安装了窃听器 偷听到他们在一个工地上的货有问题 而这个工地就是所谓的不正当场所 那些被拐的人都被用来赚钱 莱恩在这里发现了女儿身上的外套 一番九死一生后 莱恩救下了穿外套的女孩 根据女孩的描述 这件外套是女儿金米送给他的 是在一所红色大门的屋子里 第二天 莱恩便找到了这里 拿上了之前文职朋友的名片 威胁他们要见到所谓的老大 莱恩竟有时来向他们收保护费 一举混进了帮派的内部 临走时 他让一名男子翻译纸条的话 写的正是 祝你好运 莱恩一眼认出这名男子 就是他要找的人 随即将他们帮派成员一锅端 首领马克则被绑在了凳子上 通过酷刑 审问出来 女儿交给了一个名为圣家里的人 但是他也没有逃过被电死的命运 想要找到这个人 只能通过朋友文职 而文职朋友正在抓捕他 出于无奈 莱恩打伤了他的妻子 威胁他交出了圣家里的信息 这个地方就是人贩子的聚集地 人们被当作货物随意买卖 由出价最高者领回家 莱恩发现自己的女儿后 威胁男子买下了金米 可刚刚出门 便被圣家里带人给绑了起来 圣家里是这里的老板 他决定要处决捣乱的莱恩 并声称 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恩怨 一切只不过都是生意罢了 显然 他低估了对手的势力 莱恩凭借多年的战斗经验 几下就解决了杂牌大手 圣家里也难逃厄云 经过一番追逐 莱恩找到了一艘船上 神秘富豪花壮金买下了金米 拿着刀威胁莱恩 条件还没有说 就被莱恩一枪抱头 对于绑架我女儿的匪徒 想活命简直是异想天开 经过惊险刺激的96小时缺战 莱恩终于找回了自己心爱的女儿 电影的结尾 莱恩带着女儿来到歌星这里 满足了她梦寐以求的愿望 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本篇名为《飓风营救》 是一部非常精彩热血的动作片 老油条我还是非常推荐的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了